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英明天下 见到我身边龙袍太子那么漂亮的黄英师傅 就知道又是我们生肖云情的时间 今天我们讲熟猫猫 我想赞他不给时间我讲算吧 他赞我龙袍 你们自己观众赞他 我争取时间讲猴子的朋友 属猴的朋友今年有一个大的变动 尤其是今年有个贯索星 会令到你属猴的人容易惹上是非官非 甚至乎你喝了酒的朋友 千万不要开玩笑 原来今年对属猴的人容易受伤 轻则就破财 重则就受伤 所以属猴的人在工作上 尽量不要跟同事之间 或者是跟上司之间有冲突 面致就是商喊不好口 跟着又动手 那就不是太好了 所以我提计属猴的人 今年以退后一步海阔天空 我觉得会较为理想一点 还有属猴的人最好今年拜拜太岁 或者对你会有利 今年有分别 原来男性的猴比女性的猴好一点 所以提议属猴的人尽量今年 就不要喝了酒开车 再多说一次 那些女孩怎么办呢 女孩是没问题的 最重要是認識她 2月4日之后 就去捐血洗牙 扮靚靚 就会认了血光之災 甚至乎 因为你是买一些心仪的物品 是破财 什么心仪的物品 先说明包包不算 包包是不算的 之前有些说过 就是我们说的 买车买楼 或者买一部跑步机 都可以的 明白 那财运方面呢 财运方面 因为天星方面 虽然有少少在此 吉星会高照 但是这个大变动 就会造成了 你会破大财 而得少财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尽量属猴一个人 我奉劝属猴男也好女也好 尽量不要做担保人 明白 打工仔的属猴朋友 会是怎样呢 师傅 打工仔呢 不用说了 今年的仗力 阻力是非常多的 甚至乎 还会令到上司 误会了你做错事 所以看来属猴今年 就是平时做事 就跟跟计较那些 就更加要提醒 打声十二分精神 就不要跟计较了 就放松一点 不要哭得太紧了 越紧了 就像抓铁鱼 会爆出来了 到时大家就伤喊不好口 所以我提议 打工仔一族 尽量放开怀抱去工作 开心点 应该上司会看到 你工作那么努力 上司是没有什么挑剔你的 那人员运方便呢 人员运来说 今年女的猴子 是比男性好很多 反而相反 女性的猴子 你比较容易找到伴侣 男性的猴子 想找异性的朋友 就比较棘手了 为什麽呢 就算找到之后 两三个星期都不够 那就散了 机会很高 都挺得人害怕 所以熟后的人 找异性尽量都不要 在今年 这么心急 明年给个贴士 容易找到 还有明年贴士 对 那健康运又怎样呢 健康呢 就要注意个人的 卫生的问题 避免了一些 我们说的 吃饭 不洗手 那些坏习惯 麻烦你就要洗手了 去完洗手间 就更加要洗手了 比如平时很喜欢 一个坏动作 採耳 採鼻那些坏习惯 麻烦你把它改掉 你知道什麽叫採耳採鼻嗎 撩耳朵 是的 不要做动作出来了 腰仔算了 大家明白就行了 那这个情况下 就应该是熟后的朋友 今年尽量再说多一句 喝了酒不要炸车 明白 那你刚才说的 不要注意卫生 会不会关长卫视呢 对 一样是 好 那接着就休息一会儿 我们稍后回来 还有最后两个生肖 稍后回见 稍后见 回到英明天下的时间 接着就到熟鸡的朋友 生肖预测了 各位电视机面前的观众 熟鸡的朋友 今年属于一个好事多磨年 甚至一个牢鹿的一年 为何叫牢鹿呢 是走来走去奔奔波波无事 去忙碌的一年 而今年来说 熟鸡的朋友 千万不要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 第一 第二 最好保持中庸之道 稳稳阵阵 相信对你来说 是一个平稳度过的一年 还有一件事 提醒熟鸡的朋友 千万不要去白市的地方 免治了会带着一些不好的东西 在身边 带来一个厄运 所以奉劝熟鸡的人 白市的地方 尽量不去 喜事的地方 尽量去多些 那财运方面又怎样呢 财运呢 今年容易破财了 容易破财 即是花钱多了 毛泥头飞 这边飞 或者买些无谓的东西 是破了一些无妄的 不需要破财的 下半年 就会比上半年 好很多的财运 即是过了五月之后 熟鸡的人 财运是有增长的 是不错的 听上去都OK 是啊 不错的 那打工仔的熟鸡朋友呢 打工仔 就属于牢碌的一年 奔奔波波 甚至做了一些 吃力不讨好的东西 或者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 你都做完的 即是说 有机会 今年打工一族 比你的团队里面 有四个人 老闆弄走两个 麻烦你做两个人 辛苦了一倍 人工又不见家 辛苦 那两个字 就加了来 所以熟鸡的人 今年看来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更大的体力 才得到一个平稳的年 不过这样 你付出是有成绩可见的 所以老闆看来看来 最后就算大家来说 炒了身边都不炒你 所以都挺有利 听到去都可以 那人缘运又怎样呢 师傅 人缘运就弱了一点 熟鸡的人 在今年来说 就比较弱了一点 如果你找到心仪的对象 不妨一试 尽量了解对方 深入了解一下 交往深一点 看清楚 当然 找到心仪的对象 最重要是 起码有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 有稳定的工作 或者技术 尊重自己 不用说 例如吃日本菜 就去吃迪勇菜 那就不行了 起码婚前未娶 都有这个记录 就好一点 第三 喜欢小朋友 这个人坏也有限 第四 对长辈是非常之尊重 有四个优惠的条件 这个人都嫁得过 明白 那健康运又怎样呢 健康来说 今年仅仅是受伤的一年 熟鸡 容易会弄傷的 所以出入都要小心 例如上下车 有机会 不应该夹到你的手指 就夹到你的手指 因为你不记得 拿起手指在门 就夹到的 或者追巴士的时间 等着等着 伸了手又夹到手指 坐车就是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奉劝熟鸡的今年来说 尽量不要多手多脚了 明白了 那接着来 就到最后一个生肖了 没错 熟狗的朋友 今年的运程预测 又会是怎样呢 师傅 熟狗的朋友 今年就非常之正了 有个太阳星是照着的 太阳星 即高照 很暖 粒粒暖 这个太阳星是有利于投资创业的 又同时会出现了 有劫杀星 空星 孤神星的影响 会影响你投资 也不用怕 最重要 有时就找一个好的拍档 跟你有三合六合的 给一些意见参考 你都会迎刃而解 所以今年熟狗的朋友 要抓紧一部分 就是捉紧一部分 有良机千万不要错过 会对你的投资得利 所以熟狗 基本上来说 今年属于一个得财年 应该 对 财运不错 如果是做生意 或者打工仔的朋友 又怎样呢 如果他们打工仔也好 首先有一个计划性才行 不要谋谋言 闭上眼睛充得过去都行 否则招头烂眼的机会 是非常之高的 我都要奉献大家 一句熟狗的朋友 你投资 买卖东西 量力而为 千万不要连床下底 笼底的钱都拿出去 这个就不对了 明白 那人缘运又怎样呢 师傅 人缘运就恭喜熟狗的朋友 有个天气星在头壳顶 这个天气星去到哪里都好 你未婚未娶未嫁 正所谓拖手制都没拖过 不要说勾手指 这麽难听 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恭喜你 就是成奇好事非常之正的 连晚战队人有你有 看来今年你都拉上天窗的 机会非常高 追求成功 鼓起勇气 一起作气 一鼓作气 不是一起作气 那会对你拉上天窗的成功率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不要错过今年的机会 那健康方面又怎样呢 谢谢师傅 健康来说就不是太好了 有一个叫做劫杀性 劫杀性呢 就令到你可能会有少少手术做的 比如横腸炎啊 或者我们说的皮肤 你都生了一粗瘡子要割 那这些叫做小手术 那这个呢 对你熟狗的来说呢 就要小心一点 还有还有一个东西呢 奉献熟狗的朋友呢 要多做运动啊 如果你想追个二线都追不起的了 那所以这个呢 还有投资方面呢 要尽量减低风险呢 买一些股票的话呢 买一些蓝筹股呢 会较为好一点的 我提议 会不会有些什么办法可以化解得到呢 你刚才说的 这个呢 就是用我们说的 就是在财星位那里 是加强就可以了 财星位即是屋里面 加强自己的财运呢 就会有提升的作用 这个非常之好的 对熟狗的朋友 那十二生肆的运程 全部都介绍过了 那明天是否有新的话题呢 师傅 没错 明天将会和大家讲一讲 办公室里面 怎样可以吹黄你个人的财运 或者老板方面的生意 会有利的 千万别错过 明天见吧 拜拜